第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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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怎麼問就是不回答 因為現在傳出2022 柯文哲打算親自選高雄市長 難不成視察宮廟前程參拜 也在想這件事 我跟你講 他是氣球疫情導入構成的 雖然這麼說 但是根據網路媒體報導 八月底一場秘密參會 柯文哲當著謝麗公、陳建章 以及韓國瑜時日愛將黃文才面前 直說考慮要選高雄 要選的話 前四個月就會辭掉台北市長 如果選上 就一定不會選總統 沒想到私下對話搬上了檯面 柯文哲這樣解套 我現在快變柯維拉了 所以沒有講過要選高雄 沒有 我跟你講 我們現在在聊天你知道 這種什麼題目都聊天過 我如果那麼喜歡選舉 我當年2020就去選總統了 承認確實有聊過 但柯文哲不只盤算自己的政治前途 對於2022民眾黨怎麼佈局也有定見 外傳柯文哲屬意秋成元選基隆 台北市則是黃珊珊 高鴻安則是選新竹 賴香林挑戰苗栗 蔡炳坤則是台中獲釋南童 心腹蔡壁炉則是出現屏東 做一個政黨他一定會 該去投入選舉還是去選舉 選舉是明年過完年以後 再去煩惱都還來得及 柯文哲沒把話說死 但看在高雄立委眼中 前進港都似乎不利柯市長 未來的政治拘路 他如果正要做這樣的政治決定 我們很感到歡迎 因為高雄市民專門就是來解決 這樣子的落跑政客 上次已經有一個韓國瑜 這次多一個柯文哲 對高雄市民來講 一點都不嫌多 柯文哲如果把高雄 當成政治版圖下一陣 不管是拿陳其邁當假想敵 還是純粹想靠北高兩都 首長履歷蹭聲亮 似乎都已經幫知識度平平的民眾黨 增添話題